草屯整理体育馆兴建至今已经是20多年 部分内外部设施严重损坏 有安全上的疑虑 并且是全国少数缺乏空调设备的体育馆 随着地球暖化 夏天一到里面相当闷热 残破不堪 一定非常感谢 我们老文臣立委特别来关注 最漂亮的体育馆 可以重新来整修 包括空调包括整个看台 很多很多的已经老旧 今天一回这里可能没有20分钟 所有在庭的人一定都是老过三地 在所有全国的运动场馆里面 还包括学校的这些活动中心 我相信会没有空调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这个场馆是草屯唯一的室内运动场 定期举办全线运动会 全国欧客杯桌球比赛等大型活动 参与的人员很多 但软硬体设施需要改善 因此立委马文君邀及体育署人员 实地勘察了解状况 希望中央能够找到预算 谨速协助改善 看了一下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一些的改善 我想我们会把它录案起来 那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也在争取行政院的公共建设 确定了一些经费座会跟南投县政府 也跟草屯镇这边来说明 请让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 我们也来做一个志愿 要提升我们的运动这种精神 我想这都是迫切需要改善的 经费对中央来说 这个部分这不是很多钱 包括通风一个场馆 开一个休闪就开12亿了 我相信对这个地方来说 应该我们行政院就近 就可以取出经费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运动环境 马文君立委强调 政府既然重视体育 就应该落实在所有的预算分配以及实用上 让乡亲有更加安全的运动空间 记者商千福 草屯镇采访报道